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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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尾觉得我这种仇子怎么样 达志俊 属我直言 你所展示的这种仇子 虽然比以前的山仇有所改良 但我看不会有多大的前景 为什么呢 现在南洋的山仇 大半用于出口 而出口的山仇有多数小往欧美 欧美人士买山仇 一般只有两个用途 一是做衣服的衬料 二是用来做床帘和台布 可您所展示的这种仇子呢 无论从色彩还是质地 都不适合做床帘台布和衣服的衬料 那么它只能做衣料了 可据我所知 欧美人士用惯了丧丝仇做衣料 您的这种仇子 我会打开市场 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这个花旗 一旦小往美美走 一定会非常成效 那你刚才为什么对上达誌 说了相反的话呀 严先生 你我都开着很大的丧死手场 在我们的生意里 丧死手的利润的比例是大头 而山仇所沾的贸易比例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往美美推销运质 主要是为了夺瞻 床帘台布和装饰又潮的市场 而这种花旗 一旦进入美美兆 一定会夺瞻你我的 苍死手固有的遗料市场 是啊 可 可是我行商这么多年 还从未对自己的商业伙伴撒过谎呢 严先生 你是做什么的 你是商人 商人又是为了什么呢 商人主力 行商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利益呀 可是 明白这一点就对了 买花旗等于自杀 你愿意自杀吗 所以说为了利益 咱那么一点点消化 不算丢人 严先生 这叫并露宴掌 一宿没睡啊 还会花旗的事发愁 是吗 辛辛苦苦 费了半天劲 就换了这么个结果 你也别太当回事了 天下的事情 哪有这么一帆丰盛呢 这事 要只是为了咱上级利益 我也就算了 我是真想替咱们南洋山愁 闯出一条路来 对 你想想 要咱这花旗 能够在北美洲 卖上一个好价钱 那是多好的事 能养活多少人呢 我觉得日本人的眼光 也未必对 他说不好卖就不好卖了 什么事 不试试哪知道深浅啊 按咱们想想 仲天人的话来说 出水才见两腿你不是 可人现在不愿意帮咱试啊 咱自己又去不了北美洲 不就是去洋人多的地方吗 咱去不了北美洲 能不能去一趟汉口啊 那年我陪着盛家小姐去那儿 见到挺多洋人哪 去那儿卖卖不就知道了 我怎么就把这场给忘了呢 快乐 审言 春来三夜 春来三月好风光 春来三月好风光 坐树清清 坐树清清厘山岗 坐树清清厘山岗 首府残边 首府残边初村庄 你也怕得有荒藏茫 爱了有 鸭儿有 难道 素晴的风景 你也怕得有荒藏茫 走 咱们过去看看 咱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放蚕呢 这桑蚕呢 是施养的 而坐蚕呢 是野养的 南洋府山多人多地少 加上这些年啊 兵荒马乱的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 如果这山仇能够大行天下 那这漫山遍野的座术 可就快要用着 快 快 快 鸭儿有 只求你我有 自然间 到那个片子 好 进去 进去 来 这就是坐蚕吗 这种坐蚕呢 好养活的 这桑四蚕呢 还有藏文秘书 坐蚕从来没有 看着我这么漂亮的餐 太漂亮了 我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美妙的东西 咱们再去前面看看吧 好 来 鸡丹丹 来 鸡丹丹 来 鸡丹丹 来 真的是眼尖为师啊 这次到鸭县转了一圈 才知道你们南洋 你们南洋的神仇 真的是得天独好啊 职丧养残 需要多盏农田 成本身高 而你们南洋的左手 也生于山地 真的是取之不尽 永之不绝 坐坐坐 大志君 少姐君 我看今天你们完全可以 扩大吉方的规模 把云之的产量 加大一倍 原料是不用发愁了 如果你们需要资金的话 我和严先生 完全可以提供帮助 是啊 是啊 我们可以签订一份合约 先向你们支付 一部分货款 帮你们增加织机 扩建厂房 好 那这样的话 就太谢谢二位了 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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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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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办得怎么样 卖得不错 可惜我只带了十匹花旗 全都放在了汉口 一发响绸缎庄的柜台上 你知道多少钱一匹吗 多少 二十五块钱 不出三个时辰 全都卖光了 那些买仇子的 全是老租界的洋人们 好 西传先生 严掌柜 听到没有 我们的花旗 在汉口的租界里 洋人特别喜欢 我相信这北美的洋人 一定也很喜欢 拜托二位 无论如何 把我们这花旗啊 卖到美国去 大志 君 我一直以来 以为你是光明磊落的人 我没有想到你会派人 去老租界 买你的仇子 这话怎么说的 我总不能忙人骑下马吧 市场调查 是很光明磊落的事啊 没关系 少了 我要再做任何的解释 我不会听了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是指号云智 我要再去想 那个什么滑体 不然 我只能遗憾地 终止我们的合作了 谢川君 二位 二位 这个日本人怎么这么固执 这不是固执 这都是利益 你怎么说 这趟我去汉口 和一发行掌柜的交了个朋友 了解了一些个 大横峰 和东亚洋行的一些底细 这盐薄玉呢 想借助于西川 把买卖做到美国去 这西川呢 想借助于盐薄玉 在中国站住脚跟 他们开着很大的 桑餐丝绸厂 山丑贸易呢 只是在他们的贸易额里头 占一个很小的份额 我明白了 我们的话期是好仇子 他们怕卖到美国以后 影响他们的丧丝丑生意 无论是这个西川 还是盐薄玉 都不希望咱们的话期做大 掌柜的 有件事您听了会更加惊讶 西川是大融酬厂的大股东 山本只不过是他派过去的 大伙计罢了 咱们在大融酬厂 遭了那么多的罪 却把账都记在山本的头上 现在我才知道 山本是小鬼 西川才是阎王 大志哥 你打算怎么办 我最恨的就是人威胁我 不管怎么样 我绝不放弃花旗 大志啊 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呀 咱们失去了这两个大买家 咱们的机房 就很难运转起来呀 看您这么说 咱们要是答应他们 就得永远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在南洋的山畴 就不可能有什么长进 这没有长进的东西 咱们活过了今天 能活得过明天吗 咱们活着 大志哥说得对 我想好了 在这件事上 我们锦洪通 跟尚吉利共进退 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我看得出来 尚达志要做花旗的决心很大呀 要不这样好不好 我们呢 遮重一下 让他做一部分花旗 数量呢 有我们控制 大头还是云枝就行了 严先生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 这种东西 绝对不能让他 进入欧美市场 到时候你我的丧死仇神医 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所以就不需任何代价 把他掐死在摇篮里 尚达志性格倔强 他做事的出发点 往往不同于一般的商人 别人是很难改变他的 改变不了他 早我们就呼吁别他 我可以赌注 华旗去往北美洲的东道 至于欧洲那边吧 澹阳的山口 主要是通过 韩口的臭伤输出 而韩口的臭伤 又是受楚桃筑左右 严先生 果知道楚桃筑这个人 和商大这一相伯母 我们可以把他拉过来 和我们一道去击垮商级里 导手商级里垮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南洋 开自己的买卖 做自己的生意 如果是不可以 那就和楚桃筑合作 怎么 严先生你好像很不请愿吧 我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哪 西川先生 我跟这尚家交往都识好几年了 说句实话吧 尚达志啊 是个很难得的商业伙伴 他货人价实很守信用 过去我关照他不少 他也帮了我很多呀 严先生 严先生 你是商人 而商场就是战场 来不到斑点夫人之人 商级里一天不夸 你我的丧死惆怅 就永远会被这个华旗 威胁着 难道严先生 非要等到他用这个华旗 来抢走我们所有的商议 你在后悔吗 严大成贵的 多年没见 今天是什么分 能把你吹到我这儿来呀 楚大掌柜的 我们都是买卖人 我来找你 自然是一趟生意的 生意 这么多年 你明里按理 帮着上级立井横东 挖我福字号的墙角 你我之间 还有生意可谈吗 当然有 而且是一笔大的声音 大的声音 这位是 这位是西川先生 日本国东亚洋行的董事 楚先生 我说呢 听着话这么悲 楚先生 我想请您 闲看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呀 这叫华旗 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 左思肘 坐 还真是作私之大 哪儿出的 所以不会是你们日本国 用洋机器造出人吗 当然不是 是你们中国 就是这个地方南洋上战的 而且造出大外的人 就是你的经证对手 赏吉利 赏达志 对 赏达志 他希望我们帮他们这种筹子 买到美国去 赏达志 你是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 如果是这种筹子 卖到美国 对你的福字豪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欧美之间 可是相互捅着的呀 你们为什么 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有着共同的利益 楚先生 如果是华旗大卖 你福字豪势必要被 商机里击垮 当然 我们俩俩的丧私仇厂 也会遭受一些损失 所以 我们必须要合作 击垮商机里 让商大致的花旗 走不出难药 叶南贵 你也有这个打算 是啊 是啊 是 楚先生因何而笑 我笑是 严长卫呀 他和上家 有十三年的交情 今天居然也出卖他 你 柯月 楚先生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商业上的朋友 本来就是你使的 而利益 是无时不在的 这句话有学问 我喜欢 汐川先生的这句话 说 怎么干吧 斩草猪肝 只要是商机里倒了 我们就再也用不着 担心什么花旗了 我喜欢你做事的风格 正合我意样 我这个人爽快 我可以让我汉口的朋友 帮我堵住上级利与花旗 通往欧洲的通道 不过我让他们这么做 一定会辅出代价 为了这个代价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 给我些补偿啊 好 朱先生 当然 我们把属于北美 原本属于商机里和锦 弘通的云芝生意 交给你来做 去年我们一个月 禁他们三千匹车子 今年我们准备 把它增加到五千匹一个月 那你们打算出多少钱 收我一匹呢 这件事情吧 就要问严先生的 他负责在你们南洋收仇 而我呢 负责把他销到北面去 我要发财了 我真的要发财了 一个月五千匹云芝 你知道这是什么数吗 过不了几年 我呀 就可以把整个的市井街买断 坦贵的 我不是给您泼冷水啊 咱家那七八百台织机呀 也就够湖北那些客商买的 哪还有余地 再织五千匹云芝啊 织机不够可以添嘛 再添五百台织机 五百台不够八百台 不光是添织机 还得添织房 添人力 还得添丝 添染料 加在一块儿少说 也得十五六万块大洋啊 眼下咱们这买卖 又不像以前了 账上的活钱就四五万块了 那剩下的十来万上哪儿找去啊 没有钱可以借嘛 我的福字号还有这宅子 乡下那些残地 加在一起最不济 也值个十几万块二十万块吧 就用他们做底呀 去 去借十五万块来 您说这事儿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那掌柜的 您这是在搏命啊 该搏就得搏 钱兴宣统三年 胡报的启事 筹价跌得这么低 我那个时候要不是豁出性命 搏了这一把 还能有福字号今天 还能撑到现在吗 掌柜的 大横峰已经知会我们 从下一期 不再向我们购买抽屁了 那他们什么意思呀 从今往后 就不做这仇子生意了 还做 只是敢向别人订货 谁呀 出桃柱 出桃柱 我猜就是 楚桃柱以全部家产做抵押 向钱庄借了十几万块 正在扩大几分 据说 还要天之八百才知机呢 八百 这姓楚的 摆出这么一副架势来 是摆明了 是想把咱们几款 我说过了 这事儿要从长计议 你 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 这么大的机房 这么多人 我看你怎么收场 行 大师哥 你打算怎么办 开工没有回头见 你 依我看 咱失去了 严薄玉这个云芝的大户 不是什么坏事 咱现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值花期 当务之急呢 咱们得做两件事 第一把所有手上的云芝给停下来 让职工们改制花期 第二咱得想点办法 派人出去卖花期 必定这花期是一个新品 老百姓接受起来不那么容易 但是只要咱们不犀利 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认可 停会这几个月 咱们就能卖过这道坎 你觉得呢 好 好 我听你的 等咱们的第一批花期下来 头一个 我就去当货郎 六岁我就在柜台边站着 这行呢我不生疏 洛阳 开封 哪儿有人 我就去哪儿卖咱们的花期 你怎么啦 腰柄 你是不是不舒服了 没有 我想我娘了 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我上学了 这是我们校服 这两种籽子 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这两种籽子 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我把从前金线尾线的搭配 从几种变到了十几种 就织出来了 那咱们试试增加到几十种呢 那是不是就更漂亮了 有可能 但是现在的问题 还在这个织机上面 你看 这个尾线变化不均 如果用以前织云织的机器织 特别容易出刺点 织的优慢不说还有刺品 行 我回头 叫几个老师傅琢磨一下 花期筹卖得怎么样啊 能怎么样 原本打算再去一趟汉口 再卖个洋人一匹 结果呢 那条路让楚道柱给堵死了 现在只能到周边各县去卖一点 接着到这个月的今天 也就卖了三四十匹吧 到底这新东西啊 认的人和不多 可这样下去 养活不了咱们寄房啊 不着急 这人不出名啊 就没人认识 或不出名也是一样 你不是听说书先生 讲过三国吗 刘关璋这么大的英雄 刚出道的时候 也没几个人认识 十八路诸侯讨栋卓 要不是曹操一句话 刘备连个座都没有 那最后人家不还是成了 纵横天下的大英雄啊 是不是 爹 娘 军心 你自己衣服呢 珍奇 你头发的 你辫子呢 被我剪掉了 我要去小禀他们学校上学 不是 你等我等会儿 不是 你这上学 跟剪辫子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是男校 所以我要剪辫子 你把男装 珍奇 上学可以去女校上了 我想跟小禀在一起上学 不行 你怎么能跟小禀 在一起上学呢 可人家辫子都剪掉了 辫子剪了也不能去 这事你别管 不能依着她 女孩子怎么能跟男孩 成天混在一起 成何体统 原来 你是怕我丢了你的体统 要是我亲娘在 她一定不会拦着我 说穿了 你还是把我当成了外人 珍奇 这怎么说话呢 赶紧给娘培补水 不 她不是我娘 我娘已经死了 你 她是 这孩子呀 从小也宠坏了 被我心里寻疑了 没事 没事 没那么严重 不就是个孩子吗 珍奇怎么没来啊 晓菱 去房里把你姐姐叫来吃饭 吃吧 娘 你在屋里 我去找找 这杂质咋还不回来呀 珍奇这丫头 真的是世多 你看看小林和丽氏 这俩孩子多听话呀 哪像她 一身的臭梦 我真怀疑这孩子 她是不是咱上家的组 别这么说她啊娘 这孩子从小没了亲娘 都可以 就你 一片菩萨心肠 人家领你的情嘛 真是她去了这么久 还不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她会出什么事啊 恒不成她跳河不去 跳河 这有可能啊 帅 帅 你干啥呀 帅帅 我去河边看看 这孩子他真有可能 干这事儿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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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去 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糊涂 你还带着身子呢 不休 不休 老太太 有事儿 你快 快追上丽氏他娘啊 快 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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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奇 张维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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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奇 珍奇 快快快 张维太太 张维太太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达志 战备来了 复生 快点 快点 莫洁老师 伞打着 大夫 里边请 里边请 来来来来 端武 外面怎么了 是我姑 珍奇捡了辫子 说要去念什么男校 我姑不同意 她就赌气走了 大学姐找着了吗 说我们带着雨上哪儿去找 师哥干嘛去 找她要剪去 我为了让她答应我去你们学校上学 把辫子都剪了 可她还是不答应 其实她这么做 也是为你着想 她要是真为我着想 早该顺了我的意 我爹跟我说过 你娘对你不错 她宁肯让自己亲生女儿不吃 也要让你吃上煎鸡蛋 这俩都是庄子来的 只有在这个院子里的娘 对我她是真心的 可她已经死了 再也不回来了 珍奇 你不该总想着过去 过去是找不回来的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我要找我们家大小姐 这什么地方 一小姐就进 是找你的 别拦着她 让她进来 快点跟我回去 干什么呀 为了找你 我身家都被马车撞了 能不能保命还不知道呢 什么 快走 姐 我回来了 静女 小姐 希望可还可以 现在怎么样 可为了找你 现在被车撞的那样 生死位谷 ng Liter 我非可 你也不只 你迟早也要为人妻为人母 你摸着自己良心莫分 她对你怎么样 你还让她怎么样 来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情况怎么样 母女平安 不过掌柜太太只看以后 不能再生孩子了 产房已经收拾干净 让太太先休息一阵子 掌柜下去看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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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是 醒了 孩子呢 是个女孩 想你 我看看 来 还吓我 可吓死我了 我就记得自己在南大街 打了一把伞 下了大雨 去找真琪 突然一下子飞出去好远 真琪呢 真琪找了没 找着了 在草荣家 你没说他吧 别说他啊 他这小孩子不懂事 有什么事情 咱们大人要好好跟他说 真琪 娘 过来 自己跟娘说 我 我听你的话 步女本男装去南乡上学了 娘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 我以前说的 都是混账话 我有两个娘 你们带我都一样亲 你们带我都一样亲 真奇怪 我能亲亲妹妹吗 娘 她长得真像你 她好乖 爹 妹妹叫什么名字呀 这样吧 就叫百合吧 我希望你们兄弟姐妹以后 都像一个娘生的一样 相亲相爱 我们会的 我们会的 掌柜的 您看看 您看看 这二十几间新建的织房里的机器啊 全都制北齐了 织将啊都是从各个地方花大价钱 招来的 都是好把势啊 有一些啊 还是从上吉利和景恒通出来的人呢 上手很快 一个月啊能织两千匹仇子呢 好啊 挖边的墙角 你还有这么一套啊 只是银子真花了不少啊 算上买料的钱哪 咱从各个钱庄借的钱哪 都使得差不多了 这个呀 你呢 不用慌 等把头子一卖呀 咱就赚回来了 咱们库里现在有多少银子了 我看看啊 已经有两万几了 等几天 透气了一条团 就运到汉坎 掌柜的 今天 收了多少书啊 今天收了两万斤上等生死 七千斤的熟死 您可不知道 鲁山那边的惆怅都傻了眼了吧 等到明年 还有咱们傻眼的呢 那是那是 掌柜的 今天在特寨门口 好像看见俩人 一个是大横峰的严大掌柜 另一个是东亚洋房的西川先生 他们什么时候来捻羊子 来了应该给我打个招呼 你不会看错吧 那应该不会 这汁这么快啊 这台织机 花了我们七位老师傅半年的兴趣 它这花旗的速度是重新的一倍 那有了这下之机 相当于请回一个聚宝盆呢 大师哥 怎么不多造几下呢 这种机器啊 要比老机器贵头一倍 现在仇子卖得不好 料钱和支架伙计的工钱 都难以遗迹 哪有遗迹来造机器啊 我要是真有钱呢 我都恨不得在这个大机房 你们没见着啊 日本人用的这机 是电动机 一天能出八张二 我想迟早有一天 我们也得用上那种洋机器 连年战乱 老百姓兜里都没什么钱 咱们还得想办法把仇子 卖到欧美才是啊 好 喜川先生 二位掌柜的 别来无恙啊 别来无恙 请 请 这是我和颜先生曹女好的一份情 由我们负责把你们的花旗 交往外面走